这个是我个人的部落格 那待会呢 如果你昨天还没有下载资料的 请你在我部落格的右手边 第1个 第1个连结 第1个连结这边 研习推广myviewbook这个地方 点进来 那这边有很多档案 那如果你是现在才要下载的 请你不要整包下 因为东西太多 你会下很久 那所以请你就下载 这个myviewbook讲义 还有myviewbook的安装程式 那我的讲义都是新制图档 那所以呢 你需要用xmine8来看 所以如果你是现在才要下载的 请你先下载这几个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资料的位置 那所以今天讲的部分呢 我也会把它录影 我会录影 所以各位不用抄笔记 笔记都在 重点都在这个里面 那我会等一下会一边带 然后一边讲 那今天有录影嘛 所以各位如果忘记要复习的话 我把它剪好之后 大概两三天就可以 丢到youtube 我会再把连结传给主任 那方便各位去做复习的动作 那所以这个是前面介绍的部分 好那如果老师待会我们上课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请你在讯息那边直接做回应 或者是直接把Mine打开来 然后直接用缩的 我都是可以马上处理的 但是有时候讲到那个太投入了 会忘记去看讯息 那请各位再提醒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请各位把软体装一下 那各位在你的下载的资料夹里面 下载的资料夹下载回来 如果你是整包下载 它是一个压缩档 请你按右键呢 先把它解压缩 先把它解压缩 那解完压缩之后 就会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那个资料夹的长相 里面长这样 刚下载的资料里面呢 这一个资料夹是 我给各位的那个新制图的档案 讲义都在里面 那所以各位点进去之后 如果你的XMine安装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 那如果你XMine还没安装 请你要去装一下XMine 新制图的软体 装好之后呢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档案 是这一个 MyViewBall的基础教学 那其他的部分就给各位做个参考 等一下我们最后有时间再来说明一下 所以你开这个档案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新制图档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新制图档 那这个是今天的所有的教学内容 那原则上上不完 所以就是基础的部分 会给各位练习一下 那所以今天的课程内容 除了这一个MyViewBall的软体操作之外 我们最后会留一点时间 它有一个就是ViewSonic 它除了MyViewBall之外 它有一个那个互动的数位教室 数位教室 那这个功能也内含了白板的功能 但是比较阳春 那它的强项是在远距的时候 跟学生互动连线的时候 会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个上课的状况 然后也可以收集他的档案 跟你做互动 所以这两个部分是今天主要的内容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个MyViewBall这个软体 其实它还蛮占资源的 所以你的电脑如果太旧 太旧就是 如果是四核心以下的 你同时又要跑这个视讯 MIT又要跑MyViewBall 然后还要跑其他的教学的部分 可能会有点lag 我先给大家看